在澳大利亚访问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30号发表演讲时 呼吁澳大利亚与美国一起参与对中国南海巡航 澳大利亚全球战略专家认为澳大利亚并不会 也不希望和中国发生任何冲突 日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对澳大利亚进行了访问 并在卡米拉同澳大利亚外长毕小虎进行了会晤 麦凯恩访问澳大利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并加强美国同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 对于麦凯恩对中国的挑衅言论 澳大利亚全球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苏特不是认为 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并不认为麦凯恩的言论 有助于澳大利亚在区域内的未来外交方向 麦凯恩在演讲中还呼吁澳大利亚应该同美国一起参与 对中国南海进行巡航 他并希望澳大利亚应该同美国一起共同抗衡中国 以确保亚太区域内的和平稳定 如果 the Chinese are able to prevent us from exercis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en I think that that has profound consequences for the entire region I would like to see us collectively act together in response to Chinese behavior rather than advocate just American and or Australia 不过对于麦凯恩的这番言论 苏特博士认为 澳大利亚会顾及中国给他带来的庞大的经济利益 澳大利亚并不会也不希望从中国发生任何冲突 苏特博士在采访中还认为 澳大利亚应该走真正的自主外交政策 不轻易或不随意跟随美国 才能真正的在区域内树立起良好的国家形象 并可同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 建立更为紧密的贸易关系 这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之上 我是杨银王小帆 新年报道